台湾的料理 这个台湾菜 它其实从整个言格上来讲 跟整个台湾的移民史 跟它的发展史是息息相关的 那么在过去台菜 当然最早先明来的时候 它承袭了中国大陆 东南沿海这样一带的 闽南的菜系的特色 那么后来因为整个经济的发展 甚至在历经了日本的殖民时期之后 所以它在融合的过程当中 也融合了很多 包括了像是日本菜的 这样的一个特色 那么后来在整个经济发展的 一个过程当中 它也因为整个台湾社会的蓬勃发展 有了非常旺盛的生命力 而出现了所谓的宴席的菜色 都让这个台菜有了不同的风貌 那么近来我们看到整个台湾菜 它在发展的过程当中 又跟现代化的国际接轨 甚至我们看到了 它善用在台湾在地的一些食材 衍生创新出来的一些菜色 所以我们可以说台菜 它除了有非常浓厚 来自中国大陆南方 闽南菜系的一个精神跟特色之外 它其实在后面演变的过程当中 它一样受到了很多的外来文化 跟本土食材这样融入的过程当中 所以我们可以说现在的台菜 是非常具有多元的风貌 甚至有非常多的一个创新的风貌 这跟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是非常有关的 因为台湾在接触外来文化 甚至这样的一个 接触新文化的过程当中 冲击的这个过程 其实很容易会接触到一些 外来的一些饮食 他们的习惯跟食用的烹调方法 所以我们现在看到台湾的菜 你会发现说 这个台菜台菜 它其实跟我们过去所谓的闽南菜 已经有了非常不一样的一个做法 那么甚至最近几年 我们看到很多台菜的餐厅 跟台菜的师傅 他们在国际上受到了一些 烹调大赛的一些熏陶跟影响 也融入了很多 包括了西式摆盘的方式跟精神 甚至一些调味料跟食材的运用 都有了更多的创新的变化 所以我可以说 我可以这样讲 台菜可以说在台湾 是发展最完整的 甚至是说整个全世界来说 台菜的完整跟它的丰富 跟变化 几乎是只有在台湾这个地方 才可以发现得到的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台湾的台菜 现在它不只是有很多小吃 有很多的宴席菜 它的丰富度跟它的文化的内涵 都远远比起二三十年前 而且要丰富很多